您好,欢迎您步入MED学院的Python面向对象编程课堂,我是丁静香,从本节课起,我将和大家共同学习Python面向对象编程的基本技术,这是第一节课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课程简介,本节课的培训对象为对面向对象编程感兴趣的你,你应该已经掌握基础的Python面向过程编程的基本技术,主要包括结构化的编程语句,Python的基本数据结构,包括简单的数据结构类型, 比如整数、字符串、符点数等,以及Python当中的循环语句、选择语句,这些面向过程的编程语句。 用Python自主开发大中层的应用系统,如果以及有未来从事Python相关开发职业目标的,本课程的培训技能目标为了解面向对象变成的基本知识, 掌握Python语言中类的定义与使用方法,掌握Python中类的熟性与方法及其应用,掌握Python中继承与多态,以及方法重载的使用。 会用继承和组合来完成项目的面向对象分析和代码实现。 那么,我们怎样学习这门课程呢? 学习这门课程,要求你首先能够掌握Python的基本语法,以及顺序选择循环基本程序的编习技能。 注意掌握面向对象的基础知识。 面向对象的编程与面向过程编程有很大的不同。 从面向过程编程到面向对象编程是一个很大的非恶。 但是,我们要学会面向对象编程,就必须要在面向过程编程的基础上,学习一些对象的有关知识,也就是面向对象的分析。 第三,要能够在听课的时候及时做好笔记,一共课下复习。 第四,课后多做实践,理论联系实际,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。 只有通过实际,才能够将你学习的理论知识应用起来,并且内化成为你自己的知识。 第五,可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加入一些群或者是论坛等,帮人家解决问题,同时也能够提升自己。 俗话说得好,众人玫瑰,手有鱼香。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,您应该了解这套课程是否适合于你,以及我们学习的技能目标,如何学习Python面向对象编程的基本技术。 对于本套课程主要学习的主题大纲,为 面向对象与面向过程的编程比较。 面向对象入门,定义和使用类,描述对象的特征,也就是定义对象的熟性。 让对象具有能动性,也就是定义对象的方法。 深入类的熟性,类方法与静态方法,类的特殊方法,类的继承与方法重载,鸭子类型与多态,Python与设计模式力弹。 通过组合来构建复杂的对象,面向对象开发实力。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。